国际的诺贝尔和平减活得者 他这个国际情况是很高的 说共产党这七年来统治西藏人民不择手段 他统治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西藏人民 好的 内蒙古的郭先生的电话断了 如果您有讲继续发表的意见 请您再打回来 下面我想请河南的王先生也参与讨论 河南的王先生你好 请讲 河南的王先生在线上吗 在 在 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 我想说中国的西藏问题 规定戒指的还是一个政府的管理问题 政府的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没解架好 并不是什么民族矛盾问题 如果政府来真正适应民族改革了 真正从代表劳动人民代表 光大悲情利益了 我想这民族矛盾就不存在了 好的 我的观念就这样 谢谢河南的王先生 下面也是王先生 海南打过来的王先生你好 请讲 海南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关于西藏问题呢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从1959年西藏事件以后 1959年三月四次西藏事件以后一直到今天 流浪在海外的包括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内的所有流亡藏人 他们至今未能返回他们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地方 他们是西藏的主人 他们是一些所有流亡在海外的几十万丈人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一天不解决西藏的问题也就一天解决不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至于国际社会 包括现在的法国总统 法克齐 以及去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达赖 实际上达赖喇气来的国际上 他并多次接见他 对他表示声援和支持 这都是人类道义正义的具体的体现 好的 谢谢海南的王先生 任清塔兴先生要回应这位海南的王先生一下 你说藏人没有办法回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国际领导人支援 声援达赖喇喇的两个问题 对 我属性很高兴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心这些问题 并且也比较全民的 比较正式的 这是确实值得一个高兴的事 也对中国的未来说也是很好的 就是像刚才王先生说的 就是59年达赖喇喇出租以后 刚才不是达赖喇喇 后面有十万多赞人 就是刚才他说的 现在有那么多流亡赞人不能回去 但是刚才不是 现在这个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不是这些流亡赞人 回去和回不去的问题 六百万西战人还在西战 他们必须要过一个人的日子了 像人的日子了 所以你看这西战问题解决好了以后 那么这流亡赞人 在外面的这些流亡赞人 何去和从那是小的问题了 如果他们想要回去的可以回去了 留在东南亚或者其他西方国家 可以留在这了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在西战里的西战人 今年这个三月份 其实就是刚才他们谈到的 这个西战里面那些运动 就是在西战人 在西战里面发动起来的 所以这些就是他们也是 这么说呢 确实这个中国政府 对他们的这个政策 是比较苛刻的 压制性的 所以他们就很不满意 这是这样 所以这个撒尔的汉 他就是刚才那观众先生说的 在达赖拉玛呢 就是现在在 我说前面的观众先生说的 就是达赖拉玛在现在国际上 这么说 这确实就是他本人的一种作风 和一种意义是事实求是 而是老老实实 上他作为佛教徒 就是比较他说 这么说呢 他所发现的一种慈悲性 就是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这样 所以这次呢 就是又怎么回到 王先生的话了 就是确实这样 国际上呢 就是就像撒克气 很独播中 你走接着达赖拉玛 我想这些人 并不是对着中国政府感恩的 但他们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民主他们的人民 就愿意把达赖拉玛请 刚才只有郭先生说的 声音比较大 达赖拉玛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 都以前也听说过 达赖拉玛的见话 所以还想听 那么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 就不像一个 都在政府的这个领导 国家的领导 所以他要 提取民众的这个声音 所以就主要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对着中国政府的 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达赖拉玛 他的声望很高 国际领导人都非常的支持他 声援他 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个国际间的这个西藏声援运动 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寄托在这个达赖拉玛的声望上面 因为国际领导人都非常的景仰他 愿意接见他来支持他 不过这一年当中 08年当中呢 我们也有很多的观察人士呢 关切达赖拉玛 他的第一个健康问题 第二个他的领导地位 因为他已经73岁了 今年10月份也刚才接受这个胆结石的一个手术 现在身体状况不晓得怎么样 跟我们介绍一下 另外他的领导地位 他今年也曾经多次提到说 他可能要半退休 甚至在数年之内就要完全的退休了 您跟我们这些民众们关切的 这个健康问题跟领导地位的问题 请达赖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这个健康问题呢 就是刚才你提的 今年有一段时间 打了那么的身体 就有点不太好 但是其实后来就问题就查出来 就是当解释 这个叔叔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据我知道到现在我这还没什么问题 这叔叔以后呢 他就去返往日本 还有就欧洲那些国家了 所以作为一个他这个年龄的人 说的话他的身体是还比较健康的 因为他在你们印度 德里和蒙外都做过体检 都一生认为是还是不错 就这样 那么他的对位问题呢 当然了就是这样 这些刚才一个观众先生说的 就是达赖喇嘛是不单是西藏人民精神领袖 也是政治和宗教领袖 所以对于西藏人民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很密切的 比如说西藏人和藏传佛教的信徒 相信达赖喇嘛是金人寺菩萨的化身 那么金人寺菩萨就是说 他是一种保护血液大地的一种菩萨 所以就是关系是很密切的 所以中国政府呢 如果让一方面让他们 让西藏群中洁癖打赖 另一方面他们又爱国爱政府 作为一个人的话 作为一个圣心佛教的人 就是很难做到这种 对啊 所以是这样的 但是呢就是达赖喇嘛在这 近二十年 我们可以说是三十年了 就是一直做的是中间道路 这个非暴力 中间道路 非暴力呢 所有的赞人都很同意非暴力 但是中间道路 这个就是泛弃度力 这兴求真正的自治 那么这有西藏青年团 还有一些赞人就不满意 尤其是中国达赖喇嘛 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 已经谈判谈了那么多次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接触和善谈 也不能算是谈判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 好的进展或者结果 所以有些人就对中国政府 失去了一种心情 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说了 有一种反对达赖喇嘛的声音了 那么呢 就今年呢 达赖喇嘛就要求 十一月刚才你提到的 就让 达赖喇代表大会 这样的大会 这是就是 近五十年第一次的 就那时候呢 有差不多有六百多赞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 还有这个西藏 就是西藏里面 直接来的人没有 但是那些人 有些人是在从西藏 本来就是西藏来的 但是他们从西藏 也通过各种方式 也没有很有信 也寄来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所以大会的 就他们都知道 开了一个星期了 结果呢 还是人家同意 达赖喇嘛 还是继续达赖喇嘛 领导做这个非暴力道 好 这个大会的结论 我们稍后继续谈 不过我们现在还有 好多听众观众 来听一看他们的意见 内蒙古的李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我听说习近平和李克强 上台以后 中国会变好的 他们的名字叫 敬平克强 敬平者远观 克强者福弱 好的 谢谢内蒙的李先生 那么我就这个李先生 问题先来请教 人情塔西先生 他好像比较乐观 寄望于第四代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跟李克强 认为他们下一代 上来之后 或许西藏问题的解决 能够看到一线曙光跟契机 您对他这样的一个看法 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也 我的看法也跟李先生差不多 也是我可以说是我的希望吧 就是这样 对啊 这个中国这个问题 如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解决了以后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如果问题还在呢 还在呢 现在从毛泽东时代 一直到现在胡锦涛时代了 这问题一直在那 对吧 所以呢 下一代领导人 应该有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能解决的话 那么就没有了 再说呢 现在一代比一代 监视也比较关 再说 中国也不是 独立于这个世界的 因为 中国也是这个 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